战场上离死神最近的兵种 恐怕非拆弹部队莫属 即便身穿40公斤的防暴服 也只是减弱爆炸的冲击波 因此就有了这么一句话 防暴服不是用来保命的 而是保全尸的 眼前这颗155毫米的流弹 其威力足以炸毁一整条街 为了安全起见 士兵迅速驱散路人 随后派出拆弹机器人 可偏偏中途发生故障 现在只能采取人工排除 拆弹专家穿着防暴服 小心翼翼地将引爆雷管 放置到炸弹旁边 然后撤离到安全区域 准备进行引爆处理 突然一名士兵发现 两点钟方向有人掏出手机 岂有可能是引爆装置 拆弹专家见状加速撤离 但还是晚了一步 战场上这种事太常见了 大家没有太多时间悲伤 上级就又派出一位拆弹专家 可这个名叫雷娜的家伙 与上一任小心谨慎的风格 完全相反 从不使用机器人探路 尽管队长劝他悠着点 但自信满满的雷娜 似乎对炸弹有着某种渴望 静止就走了过去 途中他扔出一枚烟雾弹 目的是声东击西 可却也挡住了队友的视线 随着他越走越远 掩护范围也同时超出 为了配合他 队友们只能冒险跟进 这时一辆出租车突然冲出 奔着雷娜急迟而去 而他也反应迅速 第一时间掏枪将其逼平 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紧张 没人知道这辆车是来干嘛的 雷娜用枪顶中司机的脑门 让他把车往后退 见队友们将司机制服 雷娜继续向任务点前进 他俯身扒开地上的碎石 露出一枚当量不小的炸弹 整理好电线 拔出引爆雷管 再将黄绿两根线剪断 本以为拆弹就此完成 队友们也全都松了口气 可突然雷娜发现 炸弹下面竟还藏着一根引线 他用力一拉 直接又扯出六枚炸弹 好家伙这要是连环爆炸 估计整条街都能被移平 但雷娜似乎没什么感觉 冷静地一颗颗拆除 此时楼上的恐怖分子 连体多难受了 本想和这批美军同归于尽 结果被雷娜一人全拆完了 炸死他一个多少有点不划算 于是只能丢下遥控器逃跑 任务虽然完成得相当出色 然而队长却非常不满 因为刚才的行动 雷娜很不配合 我行我宿 简直就像个定式炸弹 搞不好会连累队友 可雷娜根本没当回事 自顾自地点了支烟 看上去无比舒坦 没多久上级下达了新任务 雷娜像往常一样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就朝着现场走去 突然远处一名恐怖分子 向油箱开了一枪 汽车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可雷娜却丝毫不慌 拿起灭火器淡定灭火 是鱼利的恐怖分子 他压根没管 因为队友自然会解决 把火护灭后 他撬开后备箱 即使见过各种大场面 但眼前的东西 还是吓了他一跳 整整一车厢的炸弹 这个拆弹专家 简直离了大步 面对眼前成堆的炸弹 他做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脱掉身上的防暴服 雷娜戴上耳机 拿起手电筒 在车里寻找引爆系统 后座没有 门里没有 驾驶座也没有 好不容易拉出一边引线 竟然还他妈是假的 真是越想越气 越气越急 可偏偏这时 耳机里队长要他迅速撤离 因为围观的人群逐渐增多 队长感到有些不妙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有可能在下一秒引爆炸弹 但雷娜却听着十分厌烦 直接扔掉了耳机 队长大吼着让他赶紧戴上 可雷娜的回应是这样的 终于 在方向盘的下面 找到引爆系统 炸弹拆除任务完成 回到车上 雷娜又点了根烟 每个老爷们都知道 紧张发泄后这样会有多爽 但你是爽啊 队长这回是真怒了 两人算是彻底截下了梁子 他此前已拆过873个炸弹 难怪会如此完事不攻 这天小队正在沙漠 引爆那些拆回来的炸弹 可刚准备引爆第二枚时 却被雷娜突然拦下 理由是他把手套落在了那附近 队长的脸更黑了 死死攥着引爆器 看着雷娜不断接近引爆点 心想干脆炸死这小子算了 免得他哪天会害死我们 毕竟误炸这种事 在战场上也经常发生 但最终他还是没下去手 返回途中 小队遇到一伙武装人员 谨慎地慢慢靠近后 才发现是一支雇佣军 他们正在押送恐怖组织的战斧 可车胎爆了需要扳手 正准备上前帮忙时 突然遭到敌袭 一名有军中枪倒地 其他人迅速做出反应 朝子弹飞来的方向 疯狂地进行火力压制 然而打了半天 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通过观察发现 远处的土房子里 埋伏着一个狙击手 队长二话不说 直接端起巴雷特 而雷娜自然当起了观察员 在这生死一线之际 二人都选择暂时放下隔阂 配合起来相当默契 没一会儿就击毙了数名敌人 但无法确定对面是否还有埋伏 他们绷紧神经不敢松懈 沙漠中的滚滚热浪 让他们备受煎熬 谁很快喝光了 只剩下一包果汁 雷娜拿过来插上吸管 竟直接递到了队长嘴边 两人的隔阂被彻底打破 这一刻他们成了真正的战友 一直熬到黄昏 再没有敌人出现 这场伏击才算化解 一周后小队接到新任务 处理一座大楼中的炸弹 他们小心翼翼地潜入后 并未发现恐怖分子的身影 只留下没来得及带走的炸弹 可拉开门帘后 所有人都待在了当场 桌上竟然躺着 一具被丢弃的人体炸弹 而这个人雷娜非常熟悉 就是曾在基地卖过他光碟的小男孩 两人有时还会一起踢球 可没想到如今尽遭此毒手 虽然很愤怒 但任务还得继续 其实只要将这里引爆即可 不过那样做 小男孩也会被一并炸掉 一向冷静的雷娜 变得不再那么淡定 他实在不忍心那样做 最后冒险取出小男孩体内的炸弹 并将他的尸体带走 不管怎样 任务总算完成了 可就在大家准备撤退时 一声哄天巨响 随行的队友被炸得尸骨无存 尽管知道这就是真实的战争 但此刻没有人能保持理智 同样雷娜也处在崩溃的边缘 回到基地后 他独自躲在淋浴间 冲洗着身上的血迹 情绪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距离任务结束还剩两天时间 可新状况又出现了 一群大兵举枪对准男人 因为他身上绑满了炸弹 男人说他是被胁迫的 有家庭有孩子 还不想死 请求大兵拆掉身上的炸弹 雷娜让所有人退后75米 穿着防暴服就准备过去 却被队长一把拦住 他认为这肯定是个陷阱 只要靠近 炸弹就会被引爆 而雷娜只是安慰说 放心吧我能搞定 他走到男人面前 警告对方把手放脑袋后面 接着蹲下身体观察 发现炸弹设置了定时 五分钟后就会引爆 更糟的是 周围还被钢条全部锁死 时间紧迫 队长迅速拿来钳子 可锁头异常坚硬 雷娜费尽全力 也只不过才减下了一个 眼看时间只剩30秒 炸弹根本无法拆除 雷娜只能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随后转身快速跑开 只剩男人无助地跪在原地 眼里充满了绝望 一声巨响 爆炸的气浪席卷四方 雷娜也被冲击播放的 但好在只是受了点轻伤 伊拉克的任务终于结束了 雷娜回到了家乡 可平静地生活 反倒让她显得格格不入 她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 和妻子讲述战场的那些事 人家根本毫不在意 渐渐地雷娜发现 她完全适应不了这种生活 最终她选择返回战场 当穿上防暴服的那一刻 她的脸上才又重现出自信的微笑 似乎这才是真正属于她的生活 《拆弹部队》上映于2008年 由凯瑟琳·毕格罗指导 当年一举击败她的前途 詹姆斯卡梅隆指导的阿凡达 拿下第82届奥斯卡 包括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原创剧本在内的六项大奖 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影片 导演运用大量的移动镜头 和仿计时的拍摄手法 讲述了一个关于拆弹的故事 同时谱写了一曲呼喊和平的悲歌 战场上没有赢家 伤害往往都是相互的 一个饱受战争折磨的老兵 为什么义无反顾地重回战场 原因绝不是为了拯救生命那么高尚 战争对人的异化 使他们已无法回归现代文明 而更可怕的是 它甚至会让士兵陷入对战争的迷恋 正如片头的那句话 战争就像毒品一样 能让人上瘾 强烈且往往致命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小梦下期见